从三个星期四开始 也就是2017年的12月28号 伊朗又开始了有行示威活动 最近几天很多推特上的一些好友 都在传了一些似是而非的段 有一些国内微博混的一些大V 把这个东西当作一个试经石来看 觉得支持伊朗示威游行 有可能会推翻独裁的这种行动 这是一个革命的表现 它是分辨民主派和五毛的区分 海外也有一些人 包括一些笑料 提出来让中国人上街 要借着伊朗游行示威 推翻独裁的这么一个动作 来影响到中国的真民主 要自由推翻专制的这么一个活动 其实他们写的段子也好 传的这些消息也好 到目前为止 能被证实的确实不如 许多人对伊朗的情况不熟悉 对这次游行示威 喊的一些口号都是熟悉 要求取消神权 让宗教领袖去死 要绞死总统 这些口号都有 他真正提出来的口号是什么呢 是反对高物价 但是 跟我们在六四的时候看到的这个反观导 反映出来的这个物价闯关 失败以后的通货膨胀 高失业率 或者说这个社会分配不公 它是一致的 不要错误的理解伊朗的这次行动 我觉得很多人可以重复 重温一下伊朗的情况 以及伊朗最近的几十年来的一些变化 这样可能更有利于我们能认清这次游行示威 以及它能给我们带来什么 我们看到伊朗这次的问题出现 它有几个明显的特色 第一呢 伊朗从伊斯兰革命以后 它形成了一个新的阶层 就是政教合议的情况下 它形成了一个新的阶层 就是在神权 在要求扩张 输出这个什叶派穆斯林的这个政治主张的过程中 它除了神职人员以外 它扩充了一个叫革命卫队 革命卫队现在垄断了伊朗GDP的一半 随之带来的就是腐败 这个可能是很难免的 垄断了 有一些身在伊朗的朋友 曾经发推文介绍 伊朗有很多建设项目 甚至建设十几年了 到现在还没有完工 那里面就存在一些 分包啊 转包啊 层层拔皮啊 有一些利润啊 然后再追加预算啊 这些东西其实我们都看惯了 司空见惯的事 在中国谁都知道 垄断下面 就会产生这个东西 一点都不奇怪 完了以后 然后现在经济 经济停滞 这个物价飞涨 而且呢 它跟四十年前的 这个伊斯兰革命是一样的 军警 在镇压民众的示威游行的过程中 是比较消极 是比较消极的 我们看到一些人在传 说是伊朗革命卫队的副司令 要求 都能显示 是伊朗陆军 而不是革命卫队 甚至有一张 写的是 要求革命卫队 不要向示威的群众 开枪 从他写的这个东西来看 应该是伊朗陆军的士兵写的 你不管他垫的是什么样的军衔 他的军徽 以及他的口吻 现在几乎能确认 这跟革命卫队 副司令应该是没有什么多大关系的 神权 在这个 伊朗的伊斯兰革命之后 完全掌握了 伊朗的控制 形成了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 这个当时也是很奇特的 因为从伊斯兰革命刚开始的那个过程 你来看 它其实是从1978年的1月开始 整个这次革命 要说完全 最后成立伊斯兰共和国的话 它应该是到1979年的12月 从游行示威 到发生死伤 中途有一些停顿 完了以后 再出现高潮 赢回这个霍梅尼 那么他花了13个月 1978年的1月到1979年的2月 赢回霍梅尼 霍梅尼回国以后 到他完全掌握这个国家 把伊朗变革 把伊朗变革中的其他派别 全部赶出政治舞台 他又花了将近一年时间 到1979年底 才完成了 伊斯兰共和国的整个的控制 那么 从时间上来看 也有40年 我们这次看到 游行示威的人群中间 有一些人喊的口号 是我们只要伊朗 我们的牺牲是为了伊朗 它其实反映出来 伊朗的民众 不愿意再为叙利亚的战争去投入了 不愿意再支持其他国家的 这种伊斯兰革命 或者说 伊朗出出伊斯兰的这种主张 国内民众 是不支持的 因为你经济停滞的情况下 国民的收入在减少 同时 伊朗还在大批的 希腊周边国家的神学士 过来进行培养 他其实是想输出自己的主张 我们现在在中国也能看到这种情况 中国有很多学生 交不起学费 考上大学上不了 前两年还有一些被骗着学费的学生 就为了几千块钱 一万块钱的学费被骗了 然后就去自杀了 这可能有一个心理素质的问题 但他真实的反应呢 就是中国的学生 家庭承担的这个学费很高 我们同时也能看到另外一个现象 中国对亚非拉 包括周边一些小国 提供了很多留学的机会 最高的外国留学生的补偿 已经达到了九万人民币一年 他可能是大学在六万左右 研究生在七万到八万 博士生在九万块钱左右 伊朗现在也出现这个问题了 他为了输出他的这个 政教合一的这种管理方式 他大量的招收了周边国家的一些神学士 来进行培养 他也在输出他的以色列文化 国内的民众对这种行为是心怀不满 这次借着示威有人喊出了这个口号 有一点他跟中国相似 伊朗的网络其实是有强的 但是他比中国做的隐晦一些吧 他对这个英语的一些网络 相对还是开放的 他是屏蔽了推特 屏蔽了油管 屏蔽了这个Facebook 包括BBC你都上不了 所以在伊朗有很多人他使用电报 这也是一个网络平台 那么我们看到 电报的首席知情官前两天发布了一个通告 伊朗已经在禁止使用电报 为什么他要屏蔽推特呢 因为前几年 2009年 伊朗发生了一次绿色革命 在选举总统的过程中 失败的一方觉得选举舞弊了 所以他就号召人们 穿起绿颜色的衣衫 在全国的各大主要城市进行示威 最高峰的时候 光是首都德黑兰 就聚集了300万人在抗议 在示威 这个时候 政府开始审查新闻 那么伊朗人民利用当时兴起的这个网络 采取了这个最新的网络科技 在推特 油管 Facebook 上面进行信息的传播 甚至我们还看到一个很熟悉的词 叫什么呢 叫代理服务器 就是我们讲的翻墙软件 那次所谓的这种革命 叫绿色革命吧 或者说是一种也是一种抗议 很快就平息了 在平息的过程中间 伊朗政府感觉到了 新性电子科技 网络媒体平台的作用 所以他就几乎把油管 推特 Facebook封伤了 在伊朗你现在能上的东西很少 伊朗每一个有智能手机的人 同时他都跟我们大陆的民众一样 你想翻墙你就得装梯子 你得装翻墙软件 你得用带领服务器 那现在电报给封了以后呢 还是能翻出来 你能翻出来的自然能用啊 我们现在感觉到这个东西挺好玩的 它跟中国还不完全一样 中国是网站它不给你进你就进不来 伊朗可能没好意思这样做 它还给你装宽带 每个月十美元 宽带的速度比老欧还低 每个月它的贷款只有一兆 而且每个月你核定的这个下载量只有两个计 完了你就get over 挺好玩这个事 我们看到伊朗在伊斯兰革命以后 美国就没有从伊朗进口国石油 伊朗经历了很多波动 伊斯兰革命完成以后 西方对它执行制裁的 要是我印象中没错 伊朗在巴雷维时代 就是国王时代 它进口了F18熊猫战斗机 美国有史以来 可能第一次出口这种限预的装备 给所谓的盟国 除了伊朗以外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 获得过美军原装的 就不是猴版的 不是简化版的这个 武器 应该来说它是一个特别 完了 伊斯兰革命成功以后 巴雷维流亡到美国 那么伊朗的战斗机 伊朗的克机 几十年采购不到被剑 基本上最后就全部淘汰了 没用的 越飞越少了 没有零被剑 伊朗跟中国一样 它历史上采取过计划生育 然后它到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这几年它感觉到不对了 它的生育率从 两位数降到一位数 它自己也慌了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 大概它是从 2012年开始取消计划生育 还有一个特色 是2008年开始 伊朗正式废除了 出口石油的美元结算制度 对欧洲出口石油 它采用欧元作为结算单位 对亚洲出口石油 它采取日元作为结算单位 对中国出口石油 它甚至采取了部分 可以用人民币结算的 这种方式 这也算是对抗 美国制裁的一种抗议 因为我们知道 美元是跟石油是挂钩的 从沙特开始 现在美元存在的基础 它在全世界作为一种硬铜货 作为各国政府的储备 包括民众的储备 它主要是体现在石油价值上 那么伊朗就做了这么个事 伊朗这个国家 我们很多人对它不是很熟悉 因为它在中国历史上 我们一直把它称为叫波斯 波斯人本来是有自己的信仰 但是他们后来都已经信了这个 阿拉伯人所传立的这个伊斯兰教 现在伊朗应该是一个很大的 实业派控制的国家 大概是90%左右的民众 都信实业教 在中国的国家 在中国历史上 我们印象中好像只有石油 其实它不是 它更出名的一个叫波斯地毯 这个应该有几千年的历史 你看它还有几个有特色的东西 其中一个中国人应该不太熟悉 叫黑鱼子酱 这个东西我们吃的很少 所以几乎没有人去关注它 但是另外两个东西 中国人应该都很熟悉 一个叫开心果 一个叫藏宫花 加在一起它叫伊朗古堡 完了以后伊朗 不仅被制裁 而且跟伊拉克发生了两一战争 两一战争 它当时也是一个边界冲突 边界划分的过程中 它涉及到这个河口 取水的问题 涉及到这个阿拉伯人聚居在边境上 怎么划分的问题 两一战争打了八年 伊朗不仅受制裁 而且又打了八年兆 所以伊朗始终有自己的经济问题 完了以后又有一个伊朗的核危机 这个问题也处理了很长时间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伊朗都扛过来 为什么最近几年老出事呢 你回过头来看一下 它涉及到一个阿拉伯之村 有很多人在推特上指出 美国政府也就割空喊话 没有支持伊朗人民 要求恢复民主 取消神权的这么一个主张 其实它是有道理的 因为我们知道的阿拉伯之村 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 1848年的这个 人民之村 1968年还是六几年的 布拉格之村 完了以后呢 2010年左右 发起的这个 就突利斯小贩自焚 开始导致的 这个阿拉伯之村 它最终让我们看到的 很多人都已经不记得了 就觉得它是一个民主运动 推翻了一些专制的政权 其实不是这么回事 2016年联合国有一份调查资料 显示 从阿拉伯之村开始 导致整个西亚地区 有六千多亿美元的损失 而且养肥了一个伊斯兰国 原来没有凭空冒出来 我们要是注意看一下 整个阿拉伯之村 除了突利斯 获得了民主转型的机会 其他国家都陷入了战乱之中 你不管是埃及也好 野蛮也好 这个尼比亚也好 它最终导致了难民危机 欧洲现在出现的难民危机 就是阿拉伯之村带来的后果 所以很多人把阿拉伯之村 命名为阿拉伯之东 这个好像就没人宣传 我们现在这样说吧 波斯人这次所谓的觉醒 它涉及到这个宗教革命 以及这个宗教革命带来的 政教合一的国家 几十年 它存在了一些问题 这次算是一个爆发 但是它跟以往的 游行示威没有特别的区别 从伊朗的历史上来看 上一次革命 我们要是回顾一下 它花了一年多的时间 死伤的人也很多 它中间出现了一些问题 你看啊 比如说它的起因 它是王室腐败 对应现在的这个 革命卫队的这个垄断导致的腐败 它性质是一样的 它有经济危机 然后通货膨胀 然后保安部队 无法应对示威者 它没有特别的去镇压 最后的结果 是伊斯兰教 取代了军组制 它其中有一个鲜明的特色 就是在伊朗 在伊斯兰革命期间 它们启动了一个 虔诚信仰伊斯兰教的 这么一个叫清真寺武 这一次游行示威 它们采用的还是跟2009年的绿色革命一样 它是通过网络科技带来的 电报的这种传播 因为电报里面它们可以组群 每一个这个和平示威的群 它能达到1万人 完了大家的智能手机都有翻墙软件 你就是把它屏蔽 它也能翻出去 上一次是一个清真四五 性质上都是一样的 这一次没有明显的组织者 它完全是这个扁平化 网格化的 自发的活动 目前看起来是 那么完了以后呢 上一次革命还有一个特色 跟我们现在 应该能联系到一起 1978年 1月份开始的这个游行示威 从一开始就有死伤 完了以后 他们大概是每隔40天左右 去示威游行一次 一直到6月份 因为要避免死伤 所以宗教温和派的这个宗教领袖 出面讨警 要求民众呆在家里不要再上街了 然后巴列维国王也自己提出来 第二年也就是1979年的6月份 他要实行大选 这就缓和了这个当时警方的局势 到8月份的时候 突然又掀起了一个高潮 那人们不禁要问了 6月份才安息下去 怎么一个多月 他又掀起一个高潮 你回过头来总结一下的话 他有两个原因造成 一个呢是政府为了压缩开支 来抵御通货膨胀 进行衰退 裁减了大批的政府雇员 第二个呢就是季节性的 务工的进程人员 就相当于我们中国人说的农民工 他聚集在城市的边 这些人形成了8月份这个分潮的主力 所以你这样联想一下 这次国内的驱逐大城市里的第一端人口 其实他也是有自己的打算 因为经济出现问题 它是世界性 它不仅仅是中国一个国家 中国也不可能完全逃避 现在国际局势对我们不是很有利 那么作为执政的人 他首先要考虑 他要保住他的核心利益 受惠于他的这些阶段 他是不用这么担心的 他最担心的就是低收入 有可能导致社会变乱的 这么一些人群 所以各大城市在驱逐 第一端人口回到自己的家乡 他应该有这方面的考虑 所以我们看到这次的驱赶行动 很恶劣 甚至我们看到一些视频 把妇女揪着头发 戴上手铐 打得满地滚 嗷嗷叫 我不知道 当政者是怎么考虑的 但是应该有这个因素 他们害怕 不确定的这些人群 在经济衰退的过程中间 出现上街 这么一个现象 所以下了狠心 不惜一切手段把他们干净 有一些搞民运的这些活动家 当然 提出上街口号的最主要的 最多的群体还是一些断子手 他们始终觉得 中国极有可能 学习伊朗 大家都上街 完了以后 通过流血 通过这个社会的 激烈的这个变动 能够把共产党赶下来 重新分析一次 苏东聚变 我觉得这个可能性不大 为什么呢 因为苏东聚变它有一个过程 我们现在所谈的苏东聚变 实际上它为时是两年半 它从1989年 4月份中国开始的六四运动 就是中国开始的学长 一直到1991年 12月25号圣诞节 苏共解体 苏联解体 它一共是两年半 我们知道中国的六四失败 六四失败以后 紧接的就是波兰 波兰下面是东德 然后是捷克斯洛伐克 然后是匈牙利 保加利亚 罗马利亚 整个它这个过程中 一点都没有答 我们看到的 罗马利亚是流血的 其他几个国家 都是和平演变的 最后一个好像是阿尔巴利亚 就是共产党退出执政 进行民主转型的 它其中还涉及到一个 南野门的问题 南野门在苏联撤军以后 这个南野门原来实行的也是社会主 它也撑不下去了 怎么办呢 它就跟那个北野门合并 同时 蒙古也出现了民主转型 它是通过修宪 实行了政治民主化 最后 91年的12月25号 由当时的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 宣布苏共自行解散 苏联解体 整个这个过程它是两年半 不是一天的事 它有几个前提 你不管是伊朗革命也好 出风巨变也好 首先 在经济 停滞 通货膨胀的前提下 民众才有可能上街 它不是说你现在喊两声 跟谁学 你就去上街了 这不是一个概念 没有人 会听你忽悠两句 就跑到街上去 这是要流血的 任何一种变化 它需要有一定的社会基础 经济基础 民众心里可能憋着一肚子火 但是时机不到 你现在忽悠大家去上学 去流血 你去吗 我看到有些在日本的 在美国的 这些搞门人 甚至提出来 我回国带领你们上街 你们愿意跟吗 听得很热血 回头你要仔细看一下就不对了 在日本的 它是日本籍 在美国的 那个已经加入了美国国籍十几年了 你忽悠谁啊 关注伊朗现在的变化 这是很正常的一个事 这么大一个新闻 它是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 它现在想民主了 那中国人关心它